业政部长林金生今天快从警政署长周菊村涉及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答复委员们的质询 立法委员谢申三在会中出请警政署要充实警力加强巡逻 以保障妇女同胞在夜间行动的安全 阳法庭委员指出劳工法工厂法跟矿厂法都有保障妇女工作的条文 希望内政部重新检讨有关妇女工作场所跟工作时间的问题 以保障女工健康跟安全 立法院任务委员会今天执行的重点在加强以财政支援经济 一部长在达部中指出 以财政支援经济以及经济和财政不是正确的方向 也是一项财政的政策 政府将在政策上继续采取降低利率的措施 并且将机动性的随时在适当的时机采取适当的措施 立法院教育委员会江西支委员呼吁提高教师待遇 鼓励教师进修 养许春局委员除了建议调整的教师待遇之外 并且呼吁加强博军学生课业补导 以消除恶性补习 教育部长蒋燕士在达部的时候表示 调整教师待遇虽然不是教育部一个机关能够决定的事 但是教育部非常重视将协调有关单位研究 经济委员会的委员刘平等 政府为了保护国内工业而停止找汽车进口 是一项事实的措施 但是他认为除了日本车之外 对其他国家的汽车似乎可以考虑 仍旧采取重税政策开放进口 经济部长在达部的时候表示 政府今后将注意通货膨胀的控制 以使经济加速不足 立法委员袁提琼 今天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建议政府把奖励优良驾驶人 落入暴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中 交通委员部长高玉树 今天跟司法行政部次长汪道渊 以及内政部次长高应祖 列席答复了委员们的执行 今天的会议是讨论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纠正案 委员们的重点在加重处罚 立法院调政委员会 今天举行了调生教育座谈会 参加的有台大师大政大等学校 以及港澳地文缅甸等地的 20多个学校分地区的调生代表200多人 他们提出调生程度较差 请政府加强课业辅导 而缅甸越南高年学生加急阶级困难 希望政府补助经费等 调政委员会都将转请有关机关参考办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